大义逆亲 春秋时期 魏国的大夫石贝有个儿子 名叫石后 公子周玉是魏庄公宠妾生的儿子 石后和公子周玉 关系很好 他们常在一起玩 石贝不想让石后 与公子周玉走得太近 就让儿子疏远公子周玉 但石后不听 魏庄公死了 魏庄公当了皇帝 但是后来 公子周玉与石后 利用阴谋诡计 害死了魏庄公 夺取了王位 公子周玉当上了皇帝 但是并没能在大臣和百姓中建立威望 石后便献祭说 他父亲石贝虽然早已告老还乡 但仍很有威望 只要请他出来辅政 事情就好办了 公子周玉便派人去请石贝 石贝觉得公子周玉 窜夺皇位的做法 违背了仁义道德 他不想再回去做官 就推辞说 就推辞说身体有病 公子周玉又让石后去向石贝请教 怎样才能使君位更加稳固 石贝回答说 诸后继位要得到周天子的批准 如果周天子点了头 众人就必须服从 石贝让石后与周玉去找陈恒公 因为他与周天子关系很亲密 他能在周天子面前帮公子周玉说情 让周天子同意周玉继位 周玉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就和石后去拜访成恒公 石贝给石后出了这个主意后 又写信给成果的大夫子妮 希望他能主持正义 为民除害 杀死公子周玉和石后 于是公子周玉和石后到成果时 就立刻被抓了起来 公子周玉被杀死了 石贝虽然很爱自己的儿子石后 但是他认为不能因为私情 就忘了大义 就让家臣杀了石后 石贝大义灭亲的故事 从此流传千古 中华成语小课堂 大义灭亲 正读 大义灭亲 是义 对犯罪的亲属不寻私情 使之受到应有的惩罚 出处 春秋 左秋明 左传 引公四年 用法举地 治君如治国 宁可大义灭亲 不可阴私废话 对... 我都 lij这到此 不反抗 那 瓶子 改缩 使人 食堂 用 为佛